7月19日 酒味露面的袁咏仪显身上海 出席某奶粉品牌的新闻发布会 为了儿子及家庭 吸引已久的亮亮 当天并未浓妆艳抹的粉末登场 而是选择了一件居家味十足的宽松长衫 收集完美比例的性感身材 几日女神到如今的湿奶 令现场的不少粉丝大失所望 与张志玲结婚12年 并育有一子的袁咏仪 婚后虽然低调做起了全职太太 但两人的生活却一点也不乏味 张志玲更时常带着老婆和儿子外出旅游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采访当中 袁咏仪更甜蜜地称呼张志玲为大儿子 更自爆儿子喜欢爸爸多一点 老爸嘛 儿子嘛 跟老爸亲一点是很正常的 特别是我的老公呢 也是一个非常的大儿子呢 是我的大儿子呢 所以呢跟儿子们合得来的 他们两个人呢就是 也是一个母亲很愿意见到 就是一家人很开心的 很融合的 日前由张志玲 吴振宇胡信尔等人主演的电视剧 《崇尚云霄2》 开播不久便获得了极高的收视及口碑 剧中张志玲帅气的机长扮相更是符合了不少少女的心 谈及与多位女演员的亲密戏份 亮亮坦言暂时还没有看到 不过儿子当初就曾极力反对张志玲与胡信尔拍吻戏 我们现在还没看到 但上一次那个电视剧的时候 他看到他跟那个胡信尔亲嘴的时候 他就按着那个电视剧说 不可以不可以这样 袁永怡全面付出后并未忙于四处捞金 而是选择出演一部喜剧龙门标局 就是想为儿子留下更多的欢乐 因为呢我觉得当了母亲以后呢 我觉得拍戏呢 我想拍多一点喜剧的 开心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我儿子以后 有很多机会看到我的作品的 所以呢我特别就是 真的可以说是全面付出 就是出来拍戏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一个喜剧 对我来说是全面付出 对我来说是全面付出